这是破坏力超强的纳米虫 仅需一秒钟就可以繁殖分裂出新个体 就算是再坚硬的物体都能被它轻松吃掉 科学家刚准备替换金刚钻 却发现钻头已经被吃掉大半 并且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融 科学家一看情况不对 转身就要开门出去却被指挥官阻止 他非常清楚一旦让纳米虫冲出实验室 它们将毁灭一切 果不其然科学家的防护服也出现了漏洞 一点点的被吞噬殆尽 更糟糕的是纳米虫已经将攻击目标转移 捆绑机器人的金属架正在被迅速瓦解 坚硬的防弹玻璃也开始出现裂纹 指挥官顿感大事不妙 立即按下了应急按钮 万万没想到 它的这个举动不但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反而成功惹毛了机器人 只见它举起双手 快速分解成无数的纳米虫 见场面彻底失控 指挥官想要逃离 但已经为时已晚 数以亿计的纳米虫冲破防弹玻璃 毫无疑问在场人员无意生还 重达百吨的钢门承受不住压力 直接被纳米虫顶飞 守在基地外的长官彻底震惊了 随即命令坦克部队火力全开 然而他们的攻击不仅伤不到纳米虫 反而加速了他们的繁殖速度 数量呈几何式增长 所到之处如风卷残云 坦克部队瞬间全军覆灭 显然这点东西根本不能满足他们 疯狂的纳米虫开始吞噬沿途上的一切 正在行驶的大货车请客间被吃得连渣都不剩 随着被吞噬的东西越来越多 纳米虫的数量也愈发庞大 吃掉一座大型的体育中心 只需要区区数秒 一场史无前例的漠视危机正在发生 那么这些纳米虫究竟来自何方 就在前一天 夜空中突然出现一个不明发光体 它的速度快到军方根本来不及拦截 眼看就要撞到地面 光球却突然减缓了速度 登陆时的冲击波 吓得人们赶紧逃命 等到尘埃散去 人们这才看清它的样子 这竟然是一个原型的外星飞船 接到消息的军方火速赶到现场 在周围布置了大量的士兵与狙击手 布置对方来此的目的 国防部让科学家海伦带队 试着和外星人交流 这时闪过一道耀眼的光芒 一个人形生物从飞船里走了出来 向海伦伸出了手 由于太过紧张 一名猪队友射出一枪 外星人当场倒地 原来他的血液也是红色 社会麻烦了 只见飞船改变了颜色 一个几十米高的巨人 从飞船里走了出来 从眼睛里散发出红色光线 一阵刺耳的声波攻击 瞬间把所有人震倒在地 同时让附近的武器和设备全部失效 紧接着巨人大不留心来到海伦面前 就在他伸出大手的那一刻 外星人发出指令 机器人听到后立刻停止了动作 随后红光熄灭进入了待机状态 所有武器这才恢复了正常 受伤的外星人 被迅速送至实验室进行抢救 由于他的身体不同于人类 实施心脏除颤的人员 被反作用力弹出老远 就连最好的外科医生也无从下手 他试着切下一块组织送去化验 几经尝试终于取出了子弹 就在这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只见外星人的表皮组织开始脱落 好像进入了某种自我修复状态 一会功夫就进化成人类的母鸭 专家们感到非常震惊 手术后外星人被隔离在了储君舱里 突然他开始拼命地挣扎 海伦试着跟他说话安抚对方的情绪 外星人说他叫克拉图 这时国防部长赶了过来 他代表总统质问克拉图来地球 到底是何目的 克拉图表示 区区一个国防部长 还没有资格与他说话 要谈就要找到能代表全人类的联合国 部长一听瞬间不高兴了 下令给他注射麻醉剂 谁知善良的海伦将药水掉了包 注射完生理盐水的克拉图 坐着轮椅来到审讯室 为了搞清楚外星人来地球的真实目的 他们用上了测谎仪 审讯员根本不知道对方清醒得很 克拉图有点不耐烦了 一顿反向操作竟然将审讯员控制住 接着通过网络看到基地内守卫的情况 只见克拉图双眼这么一闭 走廊上的守卫 全部被耳机发出的声波阵倒在地 此时警报声响起 克拉图换上了审讯员的西装 大摇大摆地走出实验室 国防部长收到消息 立即启动红色通缉令 不惜一切代价抓捕克拉图 此时的克拉图已经来到了火车站 他把手轻轻地放在自动贩卖机上 三明治就掉了下来 这顿操作看傻了一边的小男孩 外星人的突然造访 引起人类极度恐慌 军方迅速响应派出无人机 准备摧毁处立在公园里的巨大机器人 可刚发射出导弹 待机中的机器人感应到危险来临 瞬间启动 从眼中射出数道激光 轻松拦截下了导弹 同时无人机也被夺去控制权 纷纷向地面的坦克砸去 指挥官气愤地拔掉耳脉 却又无可奈何 眼下只有先将他用三块钢板封装起来 带回地下实验基地再想办法销毁 位于火车站的克拉图发现 他的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 于是主动联系到海伦 请求他带自己去见一个老朋友 途中他让海伦拿出医生 从他身上切下的组织样本 只需一点 伤口便可瞬间愈合 身为生物学教授的海伦 都感觉不可思议 很快到达约定地点 这个老头虽然有着人类的外表 但其实他是个外星间谍 潜伏在地球上已有70年之久 据他这么多年对人类的了解 人类不负责任的行为终将毁灭地球 听到大爷的评价 也为了拯救地球 克拉图决定启动毁灭程序 开启人类清除计划 让克拉图不能理解的是 大爷不打算撤离 要留下来和家人们一起迎接末日的到来 随后克拉图与海伦来到湖边 召唤出了隐藏在水中的光球 随着光球缓缓上升 水里的与极周边的生物 都快速进入光球 与此同时隐藏于世界各地的光球 全部出现 其实这些就是外星人的诺亚方舟 当地球上全部的生物进入后 这就意味着属于人类的世界末日即将来临 而这一幕全被海伦看在眼中 他上前只问克拉图为啥要这么做 克拉图也没有在隐瞒 因为根据多年来的观察 地球正因人类的所作所为即将走向灭亡 所以为了拯救这颗蓝色星球 他必须毁灭全人类 就在这时军方找到了他们 海伦被一架直升机抓走 剩下的直升机锁定了克拉图 没有想到他竟然能通过这两条射线进行干扰 两架直升机瞬间失控撞在了一起 另一边被带到实验室里的机器人 一瞬间分裂成无数的纳米虫 肆无忌惮地吞噬地球上的一切 所到之处寸草不生 人类根本无法阻止 国防部长这才意识到 只有立即释放海伦去劝说克拉图 也许还能有挽救的机会 很快海伦就和儿子取得了联系 他们约定好了见面地点 克拉图跟着男孩来到一处墓地 原来他的父亲就埋在这里 男孩之前看到克拉图复活人类 恳求他就回自己的父亲 克拉图一脸茫然 因为死去太久的人 他也无力回天 男孩跪在墓碑前撕心裂肺地哭泣 此时海伦也赶了过来 他连忙将儿子搂入怀中 这一幕深深触动了克拉图 他渐渐地明白了 为什么他的外星同事 放弃撤离地球 要与家人共同面对末日 或许这就是人类的情感 他决定再给人类一次机会 想要关闭程序克拉图 必须回到原型飞船 此时纳米虫已经蜂拥而至 他赶紧拉着两人躲进了桥洞 可海伦母子的身体 都已经被纳米虫入侵 危急时刻 克拉图抓住两人的手腕 将纳米虫转移到了自己体内 然后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桥洞 面对着铺天盖地的虫群 克拉图强忍着被虫子蚕食的痛苦 艰难地一步步前行 终于他走到了光球附近 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关闭掉程序 而他的身体也随之烟消云散 随着光球里的一股能量散出 无数纳米虫如雪花般坠落地面 世界各地受到磁场影响接连停电 所有设备停止运行 整个世界犹如按下了暂停键 陷入一片宁静 克拉图带着最后一颗光球 缓缓升空最终离开了地球 也许人类真的该停下脚步 好好思考一下 如何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 宇宙中这颗蔚蓝色的美丽星球 是怎么知道或是想咬一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